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栽灌顶 他要求明天灌顶的 度母法包括观音 白度母 利度母 二十一度母等 为密宗殊胜法门 若求得师尊慈悲谱传 真活度母传承更光耀天下 以前我们有二十一度母的咒 不知道谁那边有 我们宗派里面我有这个 给二十一度母的咒 他们那边都有 明天就做这个观点 有这个观点 这个二十一度母的咒 跟这个所有的上师求 弟子阅读了一篇一切如来 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夹印 托罗宁经 有户图 图中有五轮金刚塔 很像人体之形 是不是原来如来今生 否则怎么会是塔内有舍利 舍利局计一切如来 无量 具体 新 陀罗宁 密印法药 今在其中呢 经中说 而是四尊 见 朽塔 脱身上衣 用腹齐上 悬然垂泪 踢血交流 七以为笑 当时十方知乎佛 戒同观世 一界流泪 各所放光 来造势他 后世弟子 共舍利塔 是否因此而起 宝塔是由方 岩 三角 半岩 心 五种形 重叠所成 如果有弟子 想方便不谈 可佛设五轮金刚塔 此经 夜看夜像 简直是在说 是否过去 现在未来 不知弟子的感觉 对吗 如果是 那么明天的灌顶 项目中 可活灌顶 一切如来 心必密 全身舍利 灌顶 要有特别根据 或条件吗 又如何观 如果是 此法 即是莲花童子法吗 这个是一个密教的经典 这一本经典是密教的经典 五轮塔 就是 太场戒 太场戒 大日如来 它的这个 一个形象 地水火焢空 所以这个 地水火焢空 这五个字 就是 太场戒 大日如来的 心咒 另外一个咒 就是金刚戒 太场戒 就是 地水火焢空 那么 五轮塔 就是象征 大日如来的 这个以前 我画过五轮塔 我在生活密研里面 有讲过 你的感觉 你的直觉 不错 大家有意识灌顶 明天再做灌顶 否则就是 你一个人灌顶 莲花一珠 想请问 师尊一个问题 灌一个顶 能保持多久 下次还有作用否 哦 这样 一般我们灌顶 可以去求灌顶 多灌顶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假如 要切切实实的修法 好像是说 你灌一个顶 你要去求 修这个法 你再去求这个法的灌顶 也是可以的 那么你都灌了很多顶以后 你以后要修这个法 就表示说 这个传承加持力 就已经再出来了 重新 因为你灌过这个顶 是可以保持 是可以保持 就是等于是你的种子 这个种子 你已经放在土里了 你修法的话 就等于是给它浇水 给它阳光 再给它空气 否则 你不修法 这个还是一个种子 永远都是一个种子 南无西方极的世界 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 它是不是代表 所有一切的佛 和一切的众生呢 或者只是代表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那么东南北的佛 一众生呢 算不算在内呢 请圣尊开示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念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 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便不能代表 所有一切的佛 跟一切的众生 那么只是代表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 那东南北的佛跟众生 他们也有一样的 很多很多的树木 所以在如来的眼中 在佛陀的眼中 这个众生的境界 是不可数不可说 佛的境界 也是不可数不可说的 同样都是很多很多的 那请问这个师尊 相应之相 是否有次第的其分 应如何辨识其相应的次第 这个相应之相 那天我已经 在这个星期六晚上 跟大家这个开示过了 当然他有是 有一种是单单念 内佛的 我讲内佛就好 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焉的 是有这个 是有焉 出现的是焉 焉的景象 好像有一些焉 出来 那内佛的景象是这样子 那么第二个 又出现小佛 小佛 有一种小佛的 这种景象出来 那么第三个 才是大佛 出现很猛的佛 那么最后一个 才是光 才出现的光了 所以相应之相 它是有次第 好 刚开始是出现焉 那么再来是小佛 再来是大佛 最后呢 才是光 那么到了光啊 就是等于是说 已经有 已经相应的层次 就很高了 所以单单内佛 它就有四个层次 一个是焉 小佛 大佛 光 就有四个相应的层次 那么其他的 当然也是一样 都有这个相应的层次